既然Dice日前宣布跟旧爱韩团 酷龙成员聚俊叶闪婚 南方为爱来台 目前还在防疫旅馆隔离中 但是她也没有闲着 正在努力地学习中文 希望可以更顺利地跟Dice 还有她的家人沟通 据传Dice也私下准备了爱妻便当 要转送给聚俊叶 不过今天小S出席活动的时候 澄清没有爱妻便当 那么日前S妈疑似因为被事后告知 闪婚的消息传出不太高兴 但小S说两个人已经破冰了 感情非常好 我有吓到 我就说 怎么可能 我是全程参与我姐的人生 所以我知道她们当时爱得有多深 我觉得我姐姐的人生真的好奇幻 首度在镜头前 谈起姐姐的这段奇幻人生 小S满满祝福 现场大批媒体守候 尽管小S只是出席活动 但被问到大S和韩团酷龙成员 聚俊叶闪婚 小S说她很期待跟姐夫见面 就有一直跟我姐说 你可不可以跟你老公讲说 在蛤蜊的时候尽量吃少一点 然后尽量做那些福利挺身 然后就是出来的时候 让我们这些姐妹 就是可以大摸特摸 因为我们所有的姐妹 都期待看到她的第一眼是 欧巴好帅 日前S妈疑似因为被事后告知闪婚 传出不太高兴 但现在似乎已经接受 为女儿婚事开心 身为妈妈当然是会有她的担忧 但是她毕竟还是爱女儿的 大家好 大家好 两人爱得有多深 看看聚俊叶当年来台 还只会说你好大家好简单的中文 如今跟大S修成正果 在防疫旅馆隔离期间也没闲着 IG上发文说独自艺人也很开心 因为她正为爱苦练中文 仔细看桌上就摆着一本中文新攻略 虽然是初级入门书 但能学会中文发音单字 和简单的问候语 旁边还有满满的手写笔记 居俊叶为了跟大S 还有她的家人沟通 似乎下了不少苦功 满满爱意藏不住 外传大S也用拿手绝活 回应她的心意 过去经常在实境节目中 展露好厨艺 这回有没有可能 亲自为老公制作爱妻便当呢 两人甜蜜互动 充满浓浓情意 闪下众人 记者组合报道 在实境中文新衣服上 感谢观看